回家 回家 來營基層神神呼喚院長回家 另一位當然也不能忘 先是拍拍肩膀 再湊近郭台銘耳旁 來營基層心裡話 終於有機會當面傳達 因為就怕兩人一旦真的和柯結盟 國民黨戀解看好的2020 提前攻守讓敵 一個是郭台銘 一個是王菁 這兩位同學都是我們國民黨的黨員 我們希望不要憲不克服在田園裡 基層非常非常的擔憂 希望這兩位黨員回家 看位者司馬昭之心 全民看得清 明明823炮戰紀念音樂會 卻找來郭王搶進美光燈 戰爭算盤打得金 但主角可不吃這套 誰對是歷史罪人 我支持國民黨中華民國 正宗的候選人就是韓國瑜 如果沒有823作戰 哪有今天台灣的複數跟繁榮 所以這個音樂的紀念會 沒有所謂的焦點模糊 更沒有所謂的政治操作 紀念場合多了政治位 退役軍人無奈聽不下市長 在台上致詞 乾脆換個地方老朋友聚集聊天 還多了幾分人情味 韓國瑜他是一種市民 也是軍人退伍出來的 永遠尊愛的中華民國 我們是韓國瑜的 明明是823紀念音樂會 北市府花80萬元模糊焦點 本該是主角的退役軍人 無辜被犧牲 柯文哲懷鬼胎 無疑把藍鷹推向無盡深淵 偏偏局外人看嘴親 我跟你講 蔡英文半夜睡覺都會笑死啦 記者王志文文文宣SNG小組 台北報導